别的东西来用 怎么样去拿那个药 怎么自己看 怎么自己做 听到说这个药液什么 这个药是吃什么 所谓的良药 或者是寒的东西 我们所听到的 在当中一个课程之后 我们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同时在这些生殖的认识 我们能够更变得进入 这些药是否有作用 通常我们都会很小心的自己配合 因为自己就是一个实验品 你吃了好坏 从你自己的身体发生出来 我先把这课程都会继续 大家好我是宽宁 全部两位同学都已经讲完了 其实我也不要讲 其实我讲的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很喜欢中医 从懂事以来就开始玩这些中医的东西 到了读书的时候也很好奇 为什么是中医药 他们都去小的推拿 然后上风刺激要就是把烧推下来 然后还是要回去中医调理 特本以外的东西我们也学了很多 我也很喜欢用药 就是中药 我也喜欢煮中药汤 我的女儿也很爱喝 可是当中我也不懂 这个药好不好 那个药好不好 还是准备加起来可以不可以 有没有课彼此相课的 对身体有没有副作用的 或者是什么问题 当中你来的课程 你学了中药 你懂得怎么运用它们 你怎么样医治自己 也可以保持家庭的保健 in a sense 把他们为之的健康 谢谢 谢谢 谢谢